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我父饶恕我们的罪过 我们一直没有做绵羊 我们一直是山羊啊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过 我父 我们一直没有做绵羊 我们一直没有做圣徒 在生活中 没有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求我父饶恕我们的罪过 我父 我们没有为身边的人祷告 没有为身边的人求祝福 求我父饶恕我们的罪过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领受祝福 使我们成为有福气的人 使我们能够把好的祝福留给后孙 作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那么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如果始终被自己的想法所困住了 那这时候赶紧醒悟过来 哎呀 我原来是个恶人呀 我身边总有恶人跟我相处的话 赶紧醒悟过来 哦 原来我就是恶人 那么 我们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与主同行啊 而我在现实生活中 辛苦受累 是什么原因呢 我内心带着担心忧愁的时候 说明我是属魔鬼的 并不是属于信心的 好多人担心 哎呀 我最近经济很困难 这根本就不是属于信心呀 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工作 甚至担心自己的职业 凡是带着担心忧愁 那都是属于恶人 担心忧愁的 不是属于信心的 约伯是义人 而当约伯担心忧愁的时候 丢失了自己的所有的儿女 也丢失了自己的财产呀 我们属魔鬼的时候 就会担心忧愁 哎呀 牧师 最近情况特别不好 在公司要裁员呢 所以你要祷告啊 不要担心忧愁啊 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阿们 在座的各位 大家遇到困难了 大家遇到不可思议的遭遇了嘛 身患重病了 或者是说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那么 我听了一个宗教电台的广播 那在里边 在里边传讲的内容是说 哎呀 怎样才能喜乐呢 获得了健康就喜乐嘛 我们人不是动物啊 光有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喜乐嘛 并不是的 这喜乐是什么呀 获得了信心才能有这喜乐呀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信心 喜乐 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上帝使我的心灵喜乐 上帝赐予我信心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身处于辛苦受累 是因为什么原因呀 上帝说了 为什么要受苦啊 祷告啊 受苦的呢 就该祷告 大家遇到困难了 分明是因为大家没有祷告啊 马可坤九章二十九节 分用祷告 祷告是最为要紧的 那当今 好多人都在祷告 甚至假信徒也祷告 甚至不信奉主耶稣的人也在祷告 那上帝听什么祷告呢 真言二十八章九节 不悔改的祷告 上帝不听 不认罪不悔改的祷告 上帝不听的 遇到困难了吗 祷告吧 大家遇到困难了 担心忧愁 分明是没有祷告 甚至自以为自己祷告 但是那都是假的祷告 符合自己的心意了 呼喊阿们 不符合自己的心意 就不呼喊阿们 在座的各位 大家看到身边的人 真心劝勉吧 上帝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真心劝勉 爱人如己啊 我内心属魔鬼的时候 面对上帝的话语不顺从 也不承认 在座的各位 大家为什么在辛苦受累中还不醒悟呢 那么喜乐的时候是要歌颂上帝 我心灵喜乐的时候是赞美上帝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恒久祷告 祷告 而且赞美上帝 称奉上帝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生活吗 有些信徒说 哎呀牧师啊 我需要跟您谈一谈 跟我谈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心里带着担心忧愁的时候 分明是我是属魔鬼啊 并没有认罪悔改 上帝说了遇到困难了 就祷告吧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那么大家和我 咱们都是罪人 马太分一章有提到基女拉何 那么基女拉何也是属于基督的家谱啊 那么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不是属罗谁的罪过 我们真心地醒悟过来了 马太分一章一节 我们如果找回家谱 我们如果能认识我的根 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家谱的话 我们不再去属罗别人 指责别人的罪过了 大家和我 咱们都是罪人 我们身子 我们心里都有罪呀 所以我们要承认罪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 离弃罪恶呀 我们找一下传道书七章二十节 大家不要失望 大家也不要去 绝望 不要灰心丧气 只承认罪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 离弃罪过吧 什么是领受圣餐呀 领受圣餐就是领受洗礼 是让我们活在基督里 我要进入在基督里 我要进入在基督里 我们要属于上帝呀 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就属于上帝了 哥林德前书三章二十三节 与上帝同行的人 是坦然无惧的 无论我的儿女在美国 还是在海外 无论我的儿女在哪 只要我属于上帝了 我得祷告蒙垂听 这时候上帝保护我的儿女 这是多么好的祝福呢 今天正确地明白过来 醒悟过来吧 我们人不能判断别人 我们人更不能诽谤他人 我们人更不能随便论断别人 我们人都是罪人 谁都没资格指责谁 尽管我朴牧师蒙上帝使用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罪恶 身体里还是有罪恶 马太分十五章十九节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人谁都不能数落谁 而我们太容易就瞧不起人 甚至定罪别人 论断别人 指责别人 批评别人 这都是没有悔改的表现 传道书七章二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时常行善 而不犯罪的义人 世上实在没有 阿们 谁能指责谁 谁有资格论断谁呢 真心信奉主耶稣的人 获得信心的人 马太分一章一节 靠着基督属于上帝的人 在基督里是崭新的新人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曾经都犯罪了 无论犯了什么的罪 只要今天认罪悔改 只要今天我属于基督了 我就成了崭新的新人 不要灰心丧气呀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在基督里都能成为崭新的新人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是能行的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 被人强奸了 然后呢就被困住了 导致精神错裂 那么基女拉合 基女拉合 在基督里 也成了崭新的新人 马太分一章是有记录的 我们不是指责谁 数罗谁 辱骂谁的 我们没有任何资格论断别人 上帝说了 实常行善 批评别人 我们能论断别人吗 绝不可能的 原样福音八章七节 面对犯奸淫的女子 我们也没有任何资格去说她 骂她 那么在这世上 不信耶稣的人 都为了肉体而活 我们补身子 吃好的营养品 那都是为了肉体 最终都是在犯淫乱罪 哎呀 我父母 或者说我的妻子 我的丈夫 身体虚弱 要好好补一补 要好好补一补 那么我们人身体里 心里都有这淫乱罪 就像每天出汗一样 每天都会出汗 我们不要被困在自己的罪恶中啊 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们人都会犯罪 我是犯罪了 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呀 我们要承认 基督的保险 奢免一切的罪过 基督的保险 洗净一切的罪过 我们的心思 要放在主耶稣基督这里 不要放在罪恶上啊 出汗不是问题 要赶紧洗脸啊 所以谁都不能说大话 谁都不能讲大话 只有耶稣是没有罪的 大家和我 咱们都是罪人呀 上帝的话语 我们内心 要抓靠上帝的话语 我们心里要领受上帝的话语 大家遇到困难了吗 分明是因为自己没有悔改 光头脑背诵圣经话语 光头脑记着圣经话语 甚至记着别人的罪恶 数落别人的罪恶 我们人都是罪人 我心里身体上都有淫乱罪 属于情欲的罪 我心里的罪 我们都要承认 承认自己的罪过 向上帝认罪悔改 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呀 我们人 靠着基督的保险 只有靠着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罪得到赦免 基督的保险能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基督是能让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而且是做有福的人 我遇到困难 分明是因为我没有祷告啊 为什么总是在担心忧愁呢 担心经济问题 担心工作上的问题 我内心有担心忧愁 说明我并没有祷告 并没有把一切交给主啊 如果我们恒心祷告了 就不会被困在罪的想法中啊 在座的各位 大家到底祷告了吗 不认罪不悔改的祷告 不蒙垂听的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始终不承认不顺从 说明我并没有祷告啊 我的祷告是蒙上帝垂听的呢 还是假的祷告呢 我们都希望心愿得到实现 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 求主的帮助 无论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事业上 还是说在生活中 我们都希望得到主的帮助 而不悔改的话 得不到主的帮助啊 有些信徒找到我说 朴牧师啊 这事我能这么做吗 那么结果做了这件事之后呢 就被人骂一通 那朴牧师为什么还不 还不拦着 让我被骂一顿呢 通过被骂能认识到自己的罪 通过被骂能醒悟过来 向上帝认罪悔改 是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这是多么多么大的祝福啊 而被骂了 被说一通了 还不醒悟 还不认识到自己的罪 那真的是太遗憾了 我们今天祷告吧 非用祷告 只有祷告啊 靠着祷告获得胜利啊 遇到困难了 遇到问题了吗 哎呀 我眼前的困难中 分明是因为我没有祷告啊 我并没有感谢上帝啊 所以赶紧祷告 只要我们悔改 悔改了 就能做义人 我们找下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我们谁都不能数落谁 谁都不能辱骂谁 而我们呢 很容易就抬高自己 以为自己成了义人 随便指责别人 随便毁谤他人 甚至辱骂别人 批评别人 千万别这么做 我们讲出来的话 都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真言十四章二十一节 我们 好多人以为自己做了四季段悔改 以为自己就认罪悔改了 就随便批评别人 论断别人 很容易就瞧不起别人呀 我尽管行善了 我身上还会有罪恶的 不足的仆人 不足的仆人 我瓢牧师跟大家告白 讲道时间 有一个小时的话 那在这一个小时期间 不足的仆人 我瓢牧师经常要 心里认罪悔改呀 上帝把这些都告诉我们了 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 心里要不住的认罪悔改呀 而我看着大家好像光身子在这里 光坐在这里 犯罪的都是属魔鬼的呀 所以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过 离弃罪恶呀 在座的各位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遇到困难了 我遇到很不好的事情了 我遇到不顺利的事情 这都是因为我没有祷告啊 那要祷告 真言二十八上九节 要认罪悔改 不认罪悔改的祷告 不认罪不悔改的话 祷告得不到垂听啊 我们人都是罪人 无论是属情欲的罪 心里的罪 我们人都有罪 所以谁都别讲大话 谁都别数罗谁 只认罪悔改吧 发热心悔改吧 在座的各位 我们离开基督 就是背叛了主 离开了基督 就犯了悖逆的罪 那么我们的父母 曾经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这都是因为犯了背叛的罪 那我们承认这些罪过吧 承认自己的罪 承认我们祖上 背叛主耶稣的罪 我们承认自己 也是背叛主耶稣的罪呀 无论是我的父亲 是做牧师的 还是做长老的 如果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不承认自己的罪过 不做四阶段悔改的话 我们就向上帝承认 哎呀 我一直没有认识悔改 好多人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话 不足的承认我朴牧师就责备大家 通过责备 希望大家能够醒悟过来 好多人说 哎呀 我与上帝同行 行善了 而且 失了很多能力 尽管这样 我们也没有资格去数罗谁 辱骂谁 看别人的行为 看别人的错 也是需要我认罪悔改 菲利比说二章四节 那么 我看到身边的人纷争争吵了 那么大家知道纷争争吵 会败坏旁听的人 提摩太后说二章十四节 为什么会有纷争争吵呢 因为自己的想法很重 哎呀 这个人真坏 那个人怎么怎么样 按照自己的偏见去评论别人 论断别人 耶稣爱了所有的人 而我们却带着偏见来带人 我属于恶人的时候 就随便判断别人 按自己的偏见来对待别人 我们真心地认罪悔改 承认一切的罪过是我的错 我看别人身上有毛病 要承认这就是我的毛病 我眼中的梁木 可比人家的刺更大呀 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 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阿们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我们要看顾身边所有的人 我看身边的人软弱的时候 就为他人祷告 而且彼此认罪 承认对方的罪是我的罪 承认对方的软弱 也是我的软弱 是我的罪 这样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这祝福 在基督里是崭新的新人 好多人说 哎呀 我怎么一直没有得到祝福呢 就比如说 十年前 我跟我家亲戚一直吵 我心里一直恨他 那认罪悔改呀 赶紧认罪悔改 只要承认自己的罪 离弃罪恶了 就能领受祝福 而我眼睛为什么看不见祝福呢 在座的各位 大家和我 我们在人生中 好多人说 哎呀 我年龄也大了 我过去犯了很多的罪 哎呦 我一直犯了很多的淫乱罪 甚至我真的很脏 很污秽 无论是多脏的人 无论是多坏的人 只要今天向上帝认罪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过 求主饶恕自己的罪过 向上帝认罪悔改 上帝就赦免我的罪 上帝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呀 菲利比书四章 大家回家都可以读一下 应当一无挂虑 什么都别担心 什么都别忧愁 担心忧愁的话 只会遭受灾难和咒诅 祝愿大家幸福 所以 我们彼此认罪呀 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就比如说 当今的教会 如果 我承认自己的罪恶了 反而就被数落 反而就被 瞧不起嘛 在教会里 是要彼此认罪的 认罪悔改 为的是我们 互相担当啊 互相担当 对方的软弱呀 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为他人德 为他人祷告啊 那么我们教会有个信徒 有些信徒呢 热心地为身边的人祷告 真切地祝愿大家 为身边的人祷告 那么我真心地认罪悔改了 具有资格 为身边所有的人祷告了 我们要为身边的人祷告啊 义人祷祷 诗篇三诗篇八节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向上帝认罪悔改 直到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的时候 就能向上帝祈求啊 义人的祷祷 那么在这世上 是没有义人的 罗马书三章十节 我们认罪悔改 真心地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了四阶段悔改 认罪悔改 承认罪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了呢 就会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这感恩感谢是献给主啊 这时候就有资格祈求上帝 我们呼喊安安门 真切地祝愿大家 照着上帝的话语生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啊 您实在是真好 我父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辛苦受累呢 我父 您告诉我们 谁都是罪人 我们人都在犯罪 今天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彻底地认罪悔改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 发自内心的有感恩感谢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真实的圣徒 使我们能够为身边的人祷告 我父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彼此认罪 使我们为身边的人祷告 互相代求 求我父赐予我们智慧 求我父帮助我们 赐福于我们每个信徒 我们一起呼喊主啊 三场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相信主的能力降在这里 我们一起呼喊主啊 一二主啊 主啊 主啊 我父上帝 实在是感恩感谢于你 我父上帝 我们实在是感恩感谢于你 求主赐予我们圣灵 求强大的圣灵降在这里 使我们每个人 发热心的向上帝认罪悔改 无论我过去犯了什么罪 在这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 离弃罪过 使我们在基督里 有新的开始 使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崭亲的新人 使我们在基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